八位女星面有佛像 刘亦菲甲玲养子白露上榜 天生自带福禄和观众缘 在古代有佛像时最高的审美 与现在追求五官有棱角立体感强不同 古代喜欢偏圆润的长相 比较高级的审美中 有佛像是最好的 并不是指五官有多么精致 而是整体有一种素雅的美感 眉似月长眼神清和 自带有一种清和力 慈眉善目中还有一种闲境 不动时也有一种流转的魅力 娱乐圈中只有八位女星面有佛像 可以说魅力各有千秋 一 刘涛 二 刘亦菲 三 贾玲 四 杨子 杨子的外表是比较甜美的 虽然因为长相受过不少诟病 不少网友认为她长得一般 其实她本人是真挺好看的 而且是挺有佛像 主要是眼神特别清澈 现在三十岁眼少女也不违和 脸上没有销售的地方 显得十分圆润可爱 自带观众缘和清和力 从小再买人气都很高 嘴巴和耳朵都很有福气的样子 事业上应该是比较容易成功 五 白鹿 文琦的面向是能成就大事业的 而且她本人应该是极具有耐心和恒心 总之是十分看好她的发展 感觉现在内娱的话 00后小花仲能得国际大奖的人 她是一个好苗子 她的美是一种极致的端正雅方 虽然不是很有少女感 但是年纪越大越吃香 而且特别上镜 是天生的电影脸 她的佛像在于长相上的端庄 以及气质中难得的优雅和纯净感 一般来说天庭饱满地格方圆 下巴丰厚的女生运气都不错 加上慈眉善目 眉似月长 待人平和可亲 一般是典型的佛像 气质端庄大方 平常总是似笑非笑 一双眼睛二分开 八分闭 也有一种韵味 眼睛黑白分明 个性坚毅 处事有条理 为人友善 乐于助人 面有佛像 大多是可以后天修养的 性情平和的为人处事 也是一种入室之道和学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